好,我們現在來簡單說明一下這個黑陽跟這個ES非控的接線法 這個說明書上面有寫出來 第一條線接這個黑陽是那個接地,黑色接地 第二孔接第二個孔是5V,輸出 第三個孔是RC,用黃色線,RC 第四個孔是CH2,黑陽的CH2 接過來 這有四個孔,1234 然後對應這邊 對應這個ES非控的1234 各位注意,你這個黑陽要啟動的話還有一個地方要 這個說明書上面有說這兩個要短路 所以你要將這個R2這個跟這個地方要短接 注意喔,這兩個要短接,你的黑陽接收機才能夠啟動 再說一次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,說明書有說 這樣連接起來就是短路 用焊息把這兩個點焊起來 好,這就是它的連接方式 我們來看看它焊接的效果如何 交給它 去 我們來看看它